大家好 我是鄭偉 最近我還在看 跟香港著名的小提琴家 梁建峰先生 一起錄全套的 貝都芬 violin 和 piano 的作弦曲 整套是紀念 貝都芬誕晨250周年 整個project都在製造中 兩首已經出來了 遲些等做好了 或慢慢放上來 和你們一起欣賞 因為正在看這個project 所以遲了回覆大家 今天有時間 我就快點回來 和你們一起講解一下 有些朋友問可不可以講 8級A首首J.S.Bach Fantasia 今天事不宜遲 談一談一下這個作品 我很喜歡這首作品 這首作品是一首Tokata 性質的作品 Tokata性質 很炎耀技術 那時是兩排的Keyboard 可能是三排 前前後後的飛來飛去 所以這首有很多Arpeggios 有很多裝飾音 也有很多交叉手 總之是technically是Virtual 比較難的 所以這首是適合一些技術 有一個比較穩陣 彈東西比較爽的學生 我覺得它的效果會更加好 好 開始這樣 一開始Cm Arpeggios 一開始就來了 所以開始的Dynamic 它沒有寫的 所以我建議是MF 就是順身的來 一開始是一句 可以帶過來 就不要逐一顆彈出來 那就不夠好 然後呢 它的裝飾音 你可以這樣打 或者 都可以的 接緊要它 用Arpeggios 開始就沒問題 這樣打 接著呢 第五個巴 左手是右手的鏡 好漂亮喔 右手是 現在是 是不是剛剛斷轉呢 就是你realize 這樣就bring up 左手多些 右手呢 它是這樣寫 兩個slur加點 加一個第三個音 我就建議你三個人一起slur 會簡單點 不會出錯 好了 那第二板呢 tap no 你會見到有個trio 我建議這個呢 這個C呢 就比左手彈 左手彈上右 然後右手 你記得彈trio的時候 一定要有個s 然後 或者是你覺得 太慢了 我可以彈得快點 那就彈三個對一個 你記得彈這些長的trio 那時候 一定要有心中有數 就知道一顆是對多少的 到Ending的時候 你就可以停得到 還有在考試的時候 你不會越彈越驚越來越快 好 跟著那段呢 就處於比較靜止的狀態 就是這些呢 這樣 所以呢 其實可以彈小聲一點 加一點點pd 就跟開始那段呢 對比就比較好 好了 這段的最後一個尾聲呢 就是左右十個對大 好像聊天一樣 那你就把這個對答 帶出來 左邊一句 右邊一句 這樣就比較好 好了 第一段就完了 他完的時候 原來是他的dominant 即是他的第五個core 即是 Gm 跟著就是第二段開始 第二段呢 其實跟第一段是差不多的 都是左右手的對答 嗯 821呢 就有個裝飾音 這個裝飾音呢 表現態是沒什麼的 其實他都幾棘手的 那我就建議你呢 裝飾音是對著彈的 這樣就穩陣很多 我看一次你知道什麼意思 這個是沒有對的 對著是 1 2 3 2 3 2 1 2 3 1 2 3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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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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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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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有很多音在一起 你可能会不知道哪个手 哪个音 右手是这样弹的 左手 加上 就对了 不过留意一下有时候左手在前面 有时候右手在前面 就是想一想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会撞车的 就会卡住左手 好了 然后去到bar 31 这里几乎是全首歌最巧手的一个bar 那有些 下低 还有一些 它会交叉了很多不同的弹法 但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弹法 你看 全部的fy音都比起左手 右手是断 右手只是弹百分音符 所以就简单很多 接着那个bar 32 它是这样写 我建议你用手弹三 左手只是弹一点 这样 就会简单很多 好 过了这段呢 就 弹头 就没问题了 整首弦的时候 都是要很有信心的 如果你想看更多我的教学影片 就记得Like我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就记得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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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